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 当地时间7月10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其自创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发文称 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将把选举舞弊者送进监狱 他特别点到了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的名字 特朗普是在一条 关于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的帖子中 发出上述威胁的 今年早些时候 共和党提出了这一法案 要求公民提供身份证明文件才能登记投票 确保将非公民排除在投票资格之外 这一法案在当地时间7月10日 在共和党主导的美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 但美国总统拜登已明确表示反对 认为该法案会让符合条件的选民登记变得困难 增加符合条件的选民被批除的风险 该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 美媒认为 其不太可能在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获得通过 特朗普10日在Truth Social 表示 共和党人必须通过SAVE法案 否则就回家哭着睡去吧 他称 在奸诈的民主党政客的推动下 非公民和非法移民正在获得投票权 而美国同样不诚实的司法部门 没有阻止他们 我们的整个投票系统正遭到围攻 特朗普说 民主党无法在政策上获胜 他们唯一获胜的方法就是作弊 他们毫无廉耻可言 我只能说 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追查选举舞弊者 把他们送进监狱 老底坐穿 我已经知道你们是谁 别这么做 Zuckerbox给我小心点 特朗普写道 Zuckerbox指扎克伯格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 向选举部门捐赠资金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2020年 扎克伯格向两家非盈利组织 捐赠了4.19亿美元 这些组织向大约2500个选举部门 发放了补助金 纽约时报指出 这些选举官员在疫情期间 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这一捐款行为遭到了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通缉 佛洛利达州 佐治亚州还推出了有关Zuckerbox的禁令 特朗普和扎克伯格可谓积怨已久 2020年6月 特朗普还是美国总统时 扎克伯格曾表示 特朗普总统的分裂和煽动性言论 令我们深感震惊和厌恶 但当时尚未对特朗普发布的内容采取措施 今年3月 特朗普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 重申反对拜登政府试图禁用TikTok 表示没有TikTok Facebook这个人民公敌就会更加强大 我认为Facebook对我们国家非常不利 尤其是在选举方面 特朗普表示 Facebook对我们来说